欢迎收听俞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,请听第434集。 听说李都芝也要跟着南下,这下终于可以有机会立功了。 同贯脸上多了一份笑容,是啊,总算有机会上阵了。 安南京略昭陶斯成立,主帅和两名副帅都是朝臣,统领数万兵马,在天子的想法中,肯定需要有人盯着,作为监军,随今南下的是同贯的师父李谢。 他们这些宦官在宫中也照样要读书上学,有的时候还能旁听一杆大儒的讲课,也能接受三崖之中的军事训练。 许多人都是文武皆备,绝不下于寻常的士大夫。 而在西宁年间的这一批宦官中,李现也是号称兵士第一,同贯作为李现的弟子,也是一直都想在军事上有所成就。 不过李现的运气一直不佳,横山和黄的功劳都被王中正给捡去了,现在又一战定茂州,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内侍中的大将。 要不是王中正现在在蜀中的群山间脱不开身,安南道经略昭讨思中,肯定少不了他的位置。 王顺臣认识王中正,王中正的能力他也了解,名气老大,已经有人将他与旧时宦官中的名将秦汉相比的王独之,天上总是将功劳掉到他的头上,运气当真的不错。 不知何时,王顺臣已经是长功在握,信手拉弦,嗡的一声,夹在指尖的箭时,化为一道流光。 随即在二十多步外,一只刚刚从树梢上被惊起的山雀从空中掉了下来,扑的一声,摔倒在了道路上。 好剑法! 铜冠拍手叫绝,隔着二三十步的距离,一箭就射中天上的活物,而且还是骑在马背上,这份准头在军中也是极难得的。 哈哈哈哈! 王顺臣接着又叹了一声,嗨,可惜不能与党项人来试一试剑呢。 在军中赫赫有名的莲珠神剑,一年过来就只能用来射鸟。 王顺臣也只能叹息自己的时运不济,前面的士兵捡了王顺臣射中的猎物回来,双手乘上。 手指粗细的箭时,射穿了只有半个拳头大小的山雀。 附在箭上的力道,一下子几乎将这只小小的猎物给扯碎了。 如果是在纵马奔驰的时候,王顺臣的准头就会大打折扣,不过现在是信不由将,慢悠悠地在山道间行走,拿着马弓便也是一射一个准。 王顺臣拿过来看了两眼甩甩手,将箭杆上的一滩粘腻的血肉甩掉,将精致的长箭收回箭囊。 他对铜冠笑道,好歹要弄只兔子回去做汤,要不然煽鸡也行,总不能空手回去吧。 忽然间,就在山林中帮着驱赶猎物的士兵忽然大喊了起来,王顺臣一下子踢起了双眼,眉睛打采的慵懒一扫而空,如同长刀出鞘一般变得锋锐犀利。 而前后左右的骑兵也都是一下子换了一副模样,手腕长弓变得警惕起来。 怎么了? 铜冠觉得周围的气氛一下子就改变了。 王顺臣没有挥塔,翻身下马。 有奸细! 他的这一声吼,才从山林中响起。 手中换了张力道更大,适合布设的战功,王顺臣一声吼叫,拉弦如满月,瞬间便是两只长剑向着山林深处中飞了进去。 一声惨叫,在箭矢落出响起,过了片刻,一个人就被两名士兵拽着胳膊脱了下来,两条腿的腿弯处都被利剑,扎了个对穿,不能走动,只能被拖着。 哟,都寻好剑术啊! 同贯由衷地说着,人就藏在树林中,就算是在跑动时,绝大部分身子还是会被草木遮住,但王顺臣射出的两只箭矢,依然准确地扎穿了贼人的两条腿。 拖到近前,贼人被扯着头发拉了起来,三四十岁的样子,装束是汉人的打扮,看着像名侨夫。 不过当他呻吟着,向王顺臣说自己是良民的时候,王顺臣阴狠地笑着, 罗武城出城砍柴的人,不会有王北走的,本将几次为此下了严令,如果有人违反,士同通敌,射死勿论。 哼,果然是稀贼的少太,铜冠低头,亲自看过了贼人的双手,上面的剪痕完全是常年拉弓留下来的,抬起头,他立声贺问。 今天城外巡捡的是谁当职? 是,是罗都头。 一个士兵犹犹豫豫豫地回答着。 都巡,铜冠转头问着王顺臣的意见。 一两个少探,就是要摸到城头下都容易,更别说藏在山林里面了,只要不是大队人马就不用在意。 王顺臣将少探踢起来。 王起来,拖回去细细审问。 要回去了? 铜冠问着。 嗯。 王顺臣点头硬着,跳上马,提江吊转码头。 贼人都摸到罗雾城边上了,要早点回去做个应对。 他们现在的位置是无定河谷分出来的一条岔道,虽然周围山上草木茂盛,但离罗雾城实际只有三四里。 尽管外貌粗豪,王顺臣行事其实向来小心,出来涉猎从来不会走得太远,放出去的耳目都站着制高点,监视着周围,不予被大谷敌军包围还蒙然不知。 如果只是小队人马,他手上的长弓也就能难得的开一次婚。 少探都跑到了罗雾城边上,银州的兵马肯定又多了。 走在回城的路上,王顺臣回头看了看被绑成粽子的少探。 封州使郭太尉亲自领军上阵,西夏人硬打是打不过来,只能从旁边来找捕了。 不知道是不是准备阳功? 如果我们表现得弱一点,阳功也会变成真打。 王顺臣咧嘴一笑。 罗雾城是控制横山的关键,丢了罗雾就是丢了横山。 王顺臣现在把守的罗雾城,如同一根骨头,卡在西夏人的喉间。 就算西夏在环庆静远攻城掠地,也远远弥补不上,失去横山带来的损失。 若有夺下罗雾城的机会,党项人绝不会放弃。 不过阳功也好,真打也好,援兵从隋德过来,快马只要一天而已,输不了的。 他继续说着。 童冠笑道,若党项人当真功来,都寻也就可以大战身手了。 那当然,总不能让李信赵龙他们笑话安,只能在这里射鸟。 赵龙一举定了冒舟,李信前面在永州立的大功,而且安南行营成立之后,他肯定是先锋将。 两人现在立下来的功劳都是王顺臣没有办法比的,但王顺臣绝不会甘心认输。 打南方的蛮子,拿比得上砍西贼痛快。 要是南面的手脚慢一点,我们说不定都能冲进兴兴兴府了。 辽国多半不会做事,毕竟是自家女婿嘛。 习贼已经不行了,没钱没粮怎么也打不了仗,就算背后有契丹撑腰,光靠一口气也撑不了多久。 王顺臣猛然大笑了起来,哈哈,契丹也是个穷鬼,辽主还有那个大名鼎鼎的魏王。 就算梁太后张开大腿,他们也不会给他一个铜板呢。 王顺臣的话粗得很,但说的确实在理,与王顺臣同手一成,铜贯早已是一清二楚。 王顺臣绝不是外表一般的,只知道冲杀的猛将,眼光手段都是一流,除了好酒贪杯以外,就没有别的毛病。 毕竟是跟在丛恶,韩刚身边多年,耳提面命地历练出来的,日后少不了也是坐镇一方的大将。 铜贯这般想着,看向王顺臣的视线也越发的热切,这里是他飞黄腾达的根基呀。 轻轻地噎好了盖子王蚁身上的被子,韩刚直起腰来。 眼前因怀孕而变得圆润起来的面容,此时正深深地陷入睡梦之中,呼吸轻轻细细地,有着稳定的节奏,可见睡得很沉。 只是双眉之间,依然与清醒时一样,有着深深的纹路,不知在睡梦中又看到了什么。 王芳走了,连同他的魏王人和遗孤,在王芳的灵鹫被搬上船之后, 就会一路顺水南下,直放江宁。 王家虽说出自江西临川,不过王安石的父母都是安葬在江宁, 加上王安石已经过世的两名兄长都是在江宁入土, 王安石的这一支基本上已经从临川乡里分了出来。 早间送了王芳的灵鹫上船回来,还不到中午,王蚁就坚持不住了, 虽然他还在勉励支撑,想要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, 可他这些天连伤心带疲劳,已经是消耗光了所有的体力。 喝了一点严肃心做的热热的浓汤电机,就给韩刚扶上了床,躺下歇息。 即将临盆的孕妇,本来就该避着大喜大悲,还有劳累, 可偏偏遇上了王芳的事情,根本就没有办法, 也幸好王蚁身体底子好,这两年也调养得宜, 要不然当真会出大问题。 睡梦中,王蚁嘴唇动了动,韩刚没有听清妻子咕弄着什么, 但他脸上出现了晶莹的水光,方才在汴水岸边的伤心, 现在似乎还留在眼角。 韩刚心中连一大气,抬手逝去妻子面颊上温热的泪水, 抬手将被褥又整理了一下, 再吩咐过房中的几名贴身使女和婆子好生照看着, 这才轻手轻脚地出了房间。 韩千六和韩阿里此时还在正屋中和周南、素心、云娘他们说着闲话。 之前沈关东院给韩千六安排下一个秦州竹木屋的官职, 是从监察秦岭上的竹木砍伐运输的差事, 算是又有油水的肥差。 不过这不合韩千六的胃口, 家都安在了隆西, 没有兴趣回秦州, 直接推说老病辞官不救。 虽说曾想回隆西任旧职, 但也不便自己提出来, 否则就会引起不好的联想。 既然眼下沈关东院的安排不合人意, 夫妻两个就准备着在京城里好好地逛上一阵, 然后就回拱州隆西养老。 韩刚进门时看着父母, 暗自叹着气, 老夫妻俩好不容易上京一遭, 自己这个做儿子的却是东奔西跑, 不说日常侍奉在身边, 甚至连陪着他们去逛一逛东京城都做不到。 虽是有着客观原因, 但他心中依然免不了有些歉疚。 吃过午饭, 一家人坐在了一起, 两个孕妇得到了最大的看护。 似乎不久之前, 韩云娘还是个楚楚可怜的小女孩, 可现在她俯着自己挺起了肚子, 脸上满是母性的光辉。 她本是纤细的体格, 生育时未免会有些让人担心, 不过在孕期中很注意没有滋补过头, 应该能撑过最危险的投胎。 而二胎的周男则是能让人多放心一些, 旧年的花中魁首做了母亲之后, 一点也没有减去曾经的颜色, 反而增添了成熟的魅力。 看着身边的如花美眷, 韩刚争强好胜的心思忽然间就淡了许多。 听着父母妻妾的闲话, 心中一片平安喜乐, 比起捷豹传来时的激荡在心中的喜悦, 别有一番滋味。 三哥哥, 云娘对韩刚说着, 昨天姨姐姐也说了, 爹娘就在京城歇上两个月再走, 等过了两个月, 我们就陪着爹娘一起回龙溪去。 肃星和周男都点着头, 周男云娘差不多都要到产期了, 王姨也就差上不到一个月, 有长辈照看着, 一家人都能安心, 而等他们坐完月子, 正好可以跟韩千六、韩阿里回乡。 不成, 那个时候也不过刚刚生产过, 哪能随便出远门呢? 韩阿里摇着头, 就算你们吃得住, 小娃儿又怎么吃得消? 能在京中安心的住着, 三哥很快就会回来的。 见韩刚开口要说话, 韩阿里又道, 三哥你也别担心, 之前几年不是好好的吗? 也别担心俺们, 一哥的魂家性子好, 为人又孝顺, 虽然是太后家的人, 也没有一点脾气, 有他在身边, 不比你差多少。 以三纲五常为主的时代, 都讲究着以孝治国, 父母在不远游, 就算不得不出外, 如果父母身边没有兄弟照顾, 那么至少要将妻子留下来服侍。 就像王安时, 王芳刚刚去世, 因为身边不能没有儿子孝顺, 故而王庞被特指调回京中, 前两天, 刚刚进了梁科院为官, 也因此, 为王芳扶林回江宁安葬的, 也是王安国, 而不是王庞。 韩刚此前的做法, 虽然不像不为父母丧, 而请丁游那般干犯律法, 但真要计较起来, 还是会被人说闲话的。 不过韩刚之所以能放出心来做官, 并且还把妻儿都带出来, 只留着父母孤身在隆西, 也是因为有冯从义这位表弟在。 韩前六、韩阿里, 都把这位外甥当成了亲儿子看待。 冯从义虽然经常要出外奔波, 但他的妻势都是留在隆西。 倒是三哥你, 去了广西之后一切要小心, 上阵时也不要再冲在前头。 这些年来, 韩刚参战的次数多了, 每每都能大胜而归, 但要说韩前六和韩阿里能放心的下来, 这是怎么也不可能的。 也别怪为娘多说, 你做了几年官, 上阵的时候也太多了, 人家哪个做文官不是在衙门里待着, 就你充能, 文曲星去抢武曲星的买卖。 娘你放心, 韩刚陪着笑, 孩儿都是一路转运使了, 都被人称作转运相公了, 哪里还会再上阵呢, 只是运筹帷幄而已。 还说, 韩阿里一瞪眼, 外面都说你去永州, 以千五破十万, 才一千五百人, 你是怎么着运筹帷幄呢? 韩刚甘笑两声, 没敢再变, 亲娘呛白的时候最好闭上嘴, 他这个做儿子的经验, 虽然不如父亲, 但也是知道的。 说了一通话, 韩千六与韩阿里, 带着孙儿孙女, 进礼屋午睡去了。 周南和云娘也都累了, 韩刚亲自一个个将他们送回房中歇息, 周南和云娘几乎是同时怀上, 产期最多再过几日就到了, 韩刚在京城中还能留上几天, 如果能亲眼看着他们生产, 去广西的时候也能放心一点。 韩刚和肃心走在家中的廊道上, 这是韩刚回来之后, 难得的两人独处的时光。 这些日子累着肃心你了, 韩刚说着, 严肃心轻轻地摇了摇头, 奴家不累。 他小碎步跟着韩刚往书房中去, 从侧面望着脸颊变得瘦削起来的丈夫, 高挺的鼻梁此时越发地显得挺直, 看着丈夫销售之后, 更加明细坚硬的下颌线条, 都有些揪心的疼, 到底有没有好好吃饭, 如果是自己在身边, 肯定会安排好日常饮食, 回京之后又是一直忙着, 没有好好调养。 严肃心想着, 今天晚上要做些什么菜, 给良人好好补一补。 只是看着韩刚到了书房, 就吩咐下人去准备衣服, 他一下醒过神来, 惊讶地问道, 官人要出去? 韩刚点点头, 他下面的确还有一个宴席要付。 纤细的手指轻轻勾住了韩刚的袖口, 仰着头吞吞吐吐的, 能不能不要去啊? 韩刚轻声叹了口气, 如果只是官场上的无谓应酬, 这个时候他当然会晚辞, 但这是要宴请几个官学一脉的师兄弟, 都是准备招揽入墓中, 韩刚这个请客的主人怎么可能缺席呢? 不能不去啊。 韩刚自从做官之后, 身边一直都缺乏幕僚辅佐, 虽然不像包拯那样平居无私书, 雇人亲党皆觉知, 但也是一般的缺少幕僚宾客, 地位低的时候无所谓, 可随着地位建高, 就如同一路转运使的工作, 单凭一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处理妥当。 这也是韩刚本身的个人情况造成的, 幕僚少是因为他职位的缘故, 最需要幕僚处置公务的亲民官, 他并没有做过多久。 韩刚在西河是幕职, 在京中又是任了奸司, 这其中就只做过一年多的地方官, 缺乏幕僚辅佐也不奇怪。 此外一般的高官显患身边得力的幕僚, 基本上都是从选人经官开始, 一路跟着十几年几十年下来, 其中运气好的被推荐为官。 哪里像韩刚六七年间连着跳级, 抬头到门下的幕僚不过一年就立了大功一起得官, 寻常就算是宰相家的幕僚也不会有这份运气。 前面南下走得太急, 没能从京中的铜窗中招来几个幕僚, 不过就算当时是找了人来, 以永州大战的功劳, 多半也都是一起得官了, 韩刚身边也是照样无人。 现在有了点时间, 在再次南下之前, 他当然得将身边的短板给补齐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, 于扬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434集,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载之天下》第435集。